哈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又看到这个老哥了 这个500星 好吧 再来一把又是胡锦串 这不会刚刚那一把吧 这次是勘套盲女牛仔大富 这个阵容其实 速伞前期会比较难受 但是如果有求生者给一波机会的话 这个伞交的好 好果断 好果断 这个有点过于果断了 这次他带的是插眼 插眼的话你走错位置了呀 兄弟 哎盲女这边有意识了 开躲 开始躲了 监管者在我附近 他怎么知道监管者在他附近啊 这都没靠过来 他们怎么知道的 可能知道了 可能知道这个是谁了吗 没有吧 这边还在卡 盲女还在躲 还在躲 还在躲 敲了个杖 哎走脸上 尴尬了盲女 你这敲个杖怎么还能躲脸上呢 还绕了盲女的经典透视绕 但是这个地方飞轮 无效飞轮 完 这波给机会了 抓到盲女的话机会还剩 但是电剂已经修了很多了 三台了我觉得 两台半对不起 没炸到 震慑了 那这个节奏对于速散来说 平局吧 我觉得 哦 有地亚式 那没事 有地亚式打个双岛的话 三抓机会还是很大的 不救了不救了 他们打算卖掉 卖掉宝瓶 挺好的 这边 直接出来压牛仔 压牛仔的目的是什么呢 是为了让其他人不要修机过去救人 你看 就像那个滩滩已经过去了 然后再一个捏伞往回飞 哎 不用飞不要飞 丢个假伞就行了 对 丢个假伞就行了 这个盲女的反应好快啊 他反应好快啊 他为什么 反应那么快 对吧 丢个伞他立马就 哦 他们可能开黑的 这边 B大副个 那个 就行了 转移目标 这边看到那个 他们两个的反应还是挺快的 直接就拉开了 这边一个眼封住走位 牛仔的话能够拉点 拉点的话这边插个眼 对 插个眼然后利用一个铃铛在这边玩呗 只能是你又没有风窗 你对于这两个点你这两个板子只能是踩 你只能踩两个板子没办法的 电击的话剩两台 但是两台都是比较满的 喜欢可以的他死了 他已经吃一具尸体 这个这个遗产一挂三抓起步了 然后等一下谁靠近在电机打谁 插个眼不让他修那边看他肯定是可以开的 然后大副手上没有道具了把眼把那个板子一踩让他去救无所谓的 反正谁谁谁谁谁 谁摸电机我打谁就这么简单他想要打大副吗 打不了的 打不了的你这边 只能是说找机会让牛仔自己死回来不然没什么机会 哎呀好没有打落地刀啊是个耿直的小boy 看一下大副你来电击啊大副没凶啊满的是吧 满的呢没机会啊求生者 这不你真没机会我直接出来打你的人你能怎么样呢 这边哎哟这刀哎哟解除刹刀 这边一个铃铛 看他没死 看他肯定死了 但是牛仔活了呀牛仔活了呀牛仔这个位置不会还要来皮吧 哇你这都想得出来啊牛仔 你多少点不懂事啊我觉得 你不会觉得有飞轮为所欲为啊哎呀有点卡卡到了那个飞轮啊我无所谓的哎呀 这这只能说这两波很帅 哎呀这个头更帅 感觉他刚刚那波出来有点冒进了 我只能说有点冒进了 而且看他有没有挂 血亏这波击倒等于无效击倒 我会飞 真的是让你去爆点爆点是吧 大副杀了吧大副手上没道具的 但他不一定知道 他只知道他两个牌本用了他现在不知道他手上 什么东西啊 这个铃铛进不了板死了 过海边的话就怕刚刚那种情况 现在牛仔一个上挂飞的满状态了 然后不过好消息是都没有博命啊 只要慢慢控就行了 这边如果能够把大户压过半那简直起飞卡了一波走位很帅 对直接吸魂 没用的吸运也没有用啊一刀劈死这个勘探 看 然后那边看到牛仔电击在这样给他插个眼 算了吧哈南自愈太快了挂了吧 这边还是两个buff这样子你压着他都这么快 什么意思这个牛仔过来刷分了 牛仔明白人 不想放啊可以的他这个伞伞是挺准的就有时候伞的有点哎呦 伞的有点 有点果断 可以拿下四桌这小伙子确实很强啊好那我们下期再见 来我们下期见 好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